全新一集的電車高已經在11月7日在各大日本機店推出 雖然遲了幾天,但讓我們的特派記者親身去日本和大家試玩一下 未看今次的遊戲實玩之前,周邊的設備已經是相當吸引 旁邊還有手套、西裝、帽子讓你負責車獎去玩電車高 除了提供COSPAY服外,還有相關印章 不同地方的機店,還有不同印章,玩完收集要素 而駕駛艙中,今次採用了四個大螢幕 分別在左、中、右、三角、另一個 左右負責令你多些臨場感,例如將可視環境加大 又或者一些車外的情況,例如乘客進出 有時還有資料上的統計,例如分數,或獲得的升數等等 雖然是輔助用途多些,而前面的跟往上一樣都是主畫面 車速、前面的環境、何時要限速等等 全部資料都會在前面顯示 而中間會變成一個觸動螢幕的指令 緊急按鈕,將車頭大燈調光調暗 車門關閉狀況等等等等 其實可以按的東西到多少 而左邊的這支光是用來加減速的 光的右邊有一個按鈕,要按下去才可以拉低加速 而推高就會是減速了 而腳踏位是一個響按的裝置 老實地說,是很難操控的 玩法就跟往上一樣,都是計分式遊戲 所有關於列車上的資料都會影響你的分數 例如是準不準時,速度會不會過快 迎面如果有車來的時候會不會關車頭大燈等等 停泊的位置,有沒有響按或警告圖人 全部都是分數計算之內 如果不是玩開的話,的確是挺難上手 價錢是100元一個credit 但除了教學之外,基本上都要兩個credit來起局 有興趣又近期會去日本的朋友,不妨留意一下